創意比材竟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今天指数上涨了67点 可是指数涨上来之后 会面临整个月线跟季线的 一个压力 所以现在股票走势 已经不太一样 有一些股票它持续的上升高 可是有一些股票 它就越来越刺激 越来越刺激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其实有一些东西 我们在LINE 还有我上面跟大家分享 当然有人会说 现在很多人 就是很多在推LINE AD 就是很多好友 每天有接收不晚的私讯 可是我跟大家说 我们什么叫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 不会跟你讲一大多有的没有的 有把握的跟你做分享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这个 X3XX 对不对 X3XX 这两股票今天创波段新高 今天再涨创波段新高 这样子最简单了 好不好 我们直接讲结论 继续再涨创下波段新高 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很简单 你不管你什么价格买的 今天就是赚钱 而且创波段新高 真的 我跟他说你现在要买什么 3D镜头 3D感测 这个是未来 现在还很少 未来会很多 对不对 现在还很少 未来会很多 重点是大家比较会忽略了 大家比较忽略 今天再涨百分之3.3% 他已经创下波段新高 可是你去看 同一个时间点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对不对 什么叫不一样的结果 你去看这一档叫6180 叫橘子 我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很多人喜欢买橘子 其实不是你的处 因为橘子很刺激 涨的时候很快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当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资讯 你随便在Google上面打一下 天堂M或打橘子 它跑出一大堆天堂M 一大堆天堂的资讯 我请问你 天堂M是虚拟游戏 对不对 你买橘子 是真实的 该不会真的上了天堂吧 该不会真的上天堂 这剩80块 很多人问我橘子要不要买 我跟大家讲说 如果消息都没出来 我建议你买 但是如果最大的利多是什么 天堂M 都已经上线人数爆 你去上天堂M 伺服器还进不去 你有玩过橘子的游戏你知道 橘子 我其实我也花了不少钱 对不对 也被他费了不少钱 对不对 可是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 这消息都出来了 对不对 消息都出来了 都已经出来了 你看他已经掉到这里了 同一个时间点 你看你买什么 你买这一支 创新膏 对吧 创新膏 我在好友里面跟你讲得很清楚 跟你讲得很清楚 跟亚马逊签订保密协议 请问签保密协议签NDA要干什么 就是你跟他有合作 亚马逊不是靠眼睛 亚马逊本一笔是300倍的亚马逊 300倍代表未来亚马逊会赚很多钱 亚马逊做什么 亚马逊做无人商店 做所谓智慧音箱 智慧音箱未来会加入影像的部分 影像的部分会跟谁合作 现在完全没有出来 既然没有出来 当然没有散户 没有散户你就抱得安心 所有跟着红色线的人买 全部都赚钱 今天创下波段新高 不管今天指数怎么震荡 不管怎么样走 反正他今天就是创下新高 想想看 想清楚 我跟你讲资源 3035的资源 今天在哪里 3035 你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今天又来到63块多了 来到63块多 他已经很强了 但是他就不会像甘嬷这样子 他就不会像他这样子 突然间下来 对不对 为什么他突然间下来 你看这个3508也是 这也都是很刺激 有一些股票 很多人在买的很刺激 你不知道别人要做什么动作 就你不保证你会赢 我坦白说 你怎么知道别人做什么动作 现在全部的人都在生甘嬷 你怎么知道他要买要买 K线看起来是卖的人是对的 你买了又中枪了 不对 我买这个都赚钱 你干嘛跟他拼命 老师 你不是这样说 我要那个今天一成 明天再涨停 后天再涨停可以 你有没有听过 全世界的股神叫什么 叫做巴菲特 请问巴菲特会告诉你什么 逢低买进 巴菲特会告诉你说 我不买低档 等到转强我再来买 我要买那个创新高 我要强势股操作 你有听过巴菲特会讲强势股操作吗 你要想清楚 时间拉长 到底谁是赢家 到底谁是赢家 这人叫汉宇伯 我跟你说 12月7号 我说简单的 你12月7号要汉宇伯 你12月7号要干嘛 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那请问谁在天堂 来12月7号你在这 12月7号在这 你还要干嘛 你这天买12月7号一百 你逢低买进 我应该跌停跌停 逢低买进 好 给你买一百好了 今天算多少 今天算八十 两成 如果同一个时间点12月7号 你买橘子 对不对 老师我买在指数最低点12月7号 你给你买的干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7号 这一档 这是中农资节的18.7% 最近农资节的18.7% 表示桑路落råڈ제가 他 reduction TV 版全球技術 我通過 降低 這個遊戲 因此在跟林鄭原都說 興趣的 miał 都說vos 好 海報 我 buffer 所以這個也肯定是 我想 offers 胸老大 好 大 百分 最幸福 有46% 股價17塊 計值31塊 12月指數都會漲 因為年底有集團作賬 好 那如果年底有集團作賬 你要作賬什麼 作賬持股高的 不然持股一點點就不用做了吧 對不對 你作賬持股高的 今年漲幅很少 今年這個集團裡面 它是這個集團裡面漲幅最少 它那個集團漲兩倍了好幾家 還有漲三倍了 漲七成的像小咖 像小漲 它這個股價跟今年年初來比 還沒有漲 禁值31塊 未來智慧家電都會用這個控制 它全球前三大 全部有前十大客戶都是它的客戶 前十大客戶都是它的客戶 它是前三大 融資已經大減了 只要十幾塊 你要拼這個 真的啦 你不能拼不中 我跟大家講 你不能拼不中 你拼得中跟拼得中 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你總之知道你買對還買錯 事後你就知道 對不對 事後你就知道 可能過一陣子之後 一兩個月之後 有一些大漲的股票又變大跌 這機會很大 對不對 你現在買這個過一陣子之後 它又下來了 真的 它如果不會過最高點 這個上去之後就會再下來 你買這個你動作就要快了 真的 你買這個你動作就要快 但是你買這個你就不用怕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叫漢語博 17塊錢 大股東跟董監事持股46% 禁止31塊3 都還賺錢 沒有賠過錢 對 融資還大減 未來會用得到的 不是現在 你要買現在還不多 未來會很多 股價又便宜對不對 股價便宜就是最大最大的優點 對不對 最大最大優點 來今天20塊 又來 今天是不是20塊 這裡多少17塊 你這個買的安靜報的放心 對不對 我知道你會問老師 如果是這樣 我們講真的 你去看 這個上來指數到這個地方 會有壓力 雖然美國股市現在是比較走穩 可是這個地方應該會震盪 好 那震不震盪 你要去看什麼 看你未來買什麼股票是安全的 你要買安全的 那請問什麼買安全 你買未來就安全 你買過去就危險 過去就是我報紙攤開來 你Google一下 你Google上去 一大堆 那你就知道你危險了 大家的人都買好了 對不對 那什麼叫安全 來 我跟他講這叫安全 AI 人工智慧 會帶動硬體晶片的大幅度成長 因為軟體已經不夠用 硬體晶片 目前是9億美元的水準 到2025年會超過700億美元 就是光晶片 那在應用市場的規模 會到2300億 這是現在的預估 過兩年之後搞不好更多 對不對 這是我跟你講的 你看這張董事長是這樣說 對不對 外資說什麼 台積電股價怎麼樣 張董事長怎麼說 他說高速運算 HPC就是高速運算的需求 我們的供應都來不及 為什麼台積電供應會來不及 因為現在只有9億美元 未來都要用晶片 對不對 你買一個未來 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而且現在不多 未來很多 然後又在最低檔 請問我之前跟你講創意 我跟你講創意上去之後買智原 智原今天上去之後 很多人告訴你買3661 我說不要 有一檔比3661更厲害 來 人工智慧將會帶動ASIC上氣大爆發 請問 來 ASIC 我就這個吧 人工智慧 請問 ASIC 你上網去Google 你查查看 會出現三家 一家創意 一家四星 一家智原 一家創意 一家四星 一家智原 請問你 既然商機這麼大 會不會有老牌的IC設計 他擁有所謂的IP系制裁 老牌的 他擁有IP系制裁 所謂系制裁加上ASIC 就是所謂的創意跟智原的模式 好 現在強打 董事長說了 他說全面進入ASIC 這裡有一家 叉叉叉叉 創意毛利率21.9 3661世青 我知道你很喜歡 但我告訴你 未來你會更喜歡這一隻 為什麼你喜歡世青 因為世青曾經飆長過 你一等待他飆長之後 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還沒飆長 跟已經飆長過 他這毛利率19.3 他毛利率21 他39% 比智原少一點 智原太猛了 可支援毛利率52 可是他有個重點 他的股進比 他的股價在鏡子旁邊 你有沒有看過 10塊的IC設計 做ASIC 10塊錢 10塊錢IC設計 最大的利多 對不對 已經布局矽智財IP 已經布局20幾年了 現在全面進入ASIC 這是法術會的時候 統治長說的 他的IP矽智財是跟SMIC 就是中心半導體 大陸中心半導體 最近也長很多 跟中心半導體合作 現在已經把它 已經開發是台積電平台 你現在算一下 台積電有創意 聯電有支援 中心有誰 他是跟中心合作 然後他IP又已經導入 整個台積電平台 未來全面進入ASIC 車用的一個市場更餘10年 漸漸導入商用 導入商用 導入商用什麼意思 你現在你看車子 那個環景攝影對不對 或環景攝影 然後一個 一個所謂的車道偏移 那個盲點測試那一種 大概好幾個鏡頭對不對 四到六個鏡頭用一個IC 四到六個鏡頭 全部都用一個IC 他可以把它整合到一個IC 所以因為這個 跟安全有關係 所以一顆IC比較貴 然後這個今天我就不講 重點股價10塊 還有10塊 股價10塊 老師過去多少錢 現在指數1萬點對不對 老師還指數1萬點 創下歷史新高 對不對 好 讓歷史新高25 他過去高點是250 現在是10幾塊 好 請問有沒有能買 來 特殊抽馬金高 全收 all in 對不對 那就10塊而已 價格不去而已 咬 最最最都沒有漲 萬一漲上去呢 你要想這個嘛 對不對 我跟大家想好朋友是什麼 這叫好朋友嘛 會跟你分享什麼股票 你加好友就知道啊 我不是跟你亂講的 你要加好友你就知道 我們就先錢跟好友分享 跟大家分享什麼 跟大家分享文貌 跟大家分享逸華店 為什麼逸華店 老師 3月份怎麼會有逸華店 逸華店30塊 來…今年3月份4月份 誰跟你講逸華店 逸華店才30 你看一下當時陳嘉良你就知道 對 逸華店才30 我說逸華 奇景是逸華店的大客戶 3D感測藏寶圖 第一支穩帽 第二支在奇景這裡的逸華店 來 請問這個逸華店多少 來 65 不會跟你害的 這不是叫好朋友 這個才叫好朋友啊 今天創波段新高 53塊錢 你抱著半年都不賣 這樣子多少賺七成 創下波段新高 3105 從130漲到340 對不對 但是也不是不只一檔 大宗四十幾塊 康普五十幾見準對不對 怎麼叫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 你加加快就知道 對不對 未來還會出現什麼股票 好 等你看到之後 我們再來計算未來的漲幅 歡迎你叫我們好友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集的亂戰火了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腳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陣網 掌握獲利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 賺錢不斷重複 雷圓圖庫蔡老師 讓您輕胸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玩電圖庫智庫支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頭部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行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企擊 您將專線02-2321-9933 2321-9933 掌握獲利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 賺錢不斷重複 雷圓圖庫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玩電圖庫智庫最線 02-2321-9933 2321-9933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飾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寂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當我來到這裡 看到每一個學習空間 每一群不放棄的人們 正在為自己的未來做努力 這座椅好不好 你懂什麼 我在討論未來 很少有公司願意介紹中年事業的人 那時候我想做 我是想做一件最漂亮的衣服給你 我努力提升自己的就業技能 他們不分你我目標也住 不讓自己的人生做事發展 指數開始反彈 其實未來指數往上漲 可能會先做一個震盪 所以現在很多股票陸陸續續 都已經出現震盪的一個情況 可是我說 如果假設我們不管未來指數漲和跌 我們假設不管指數未來漲或跌 你要買什麼 我要買那個現在還很少未來會很多 對不對 為什麼3D感車這麼強 因為現在3D感車用的很少 我覺得我跟你講精彩對不對 穩貌對不對 現在用的少未來會很多 為什麼很多電動車做一個 電動車電池材料都會大漲 因為現在電動車還少 未來電動車會很多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 未來人工智慧會很多 人工智慧現在 他的未來是用硬體 過去用軟體跑 現在用硬體跑 所以什麼 所以張董事長說什麼 我供應都來不及 我供應都來不及 人工智慧可以用軟體跑 跑不動的一定要用硬體 硬體現在是9億美元 2025年會有700億 這是光晶片 光光晶片就已經成長 每一年年複合成長率62% 應用市場不用講 那我請問你 AI人工智慧一定會用到ASIC ASIC這三支裡面 你買哪一支賺最多 你買支援賺最多 3035 有沒有 來來來 我絕對不講事後話 我不講事後話 這一波指數大震盪 大崩盤 假設你11月 11月初買 好 在這裡買 你指數買在這裡 你在這裡 你這樣你賺多少錢 今天支援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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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62塊 你46塊買今天支援62塊 你都不用賣對不對 46塊買兼62塊 你這樣算多少 你自己算 如果你買別的呢 哀鴻遍野 對不對 很多股票哀鴻遍野 趕快跑 趕快跑 還要有跌停板 對不對 出個遊戲給你 讓你上天堂 也是有啊 可是問題是 同樣的時間點 看你買什麼 我們跟你講 來 一句話 我跟你講的是什麼時候 我不是跟你講大漲 人家都跟你講漲停板 我告訴你買這個 你說老師 你要漲停板要快啊 我跟你說的是 未來的漲停板 不是當下的漲停板 46塊錢的支援 你買下去到今天 62塊錢 來回顧一下支援都不行 有人問我要不要買創意 我說買小創意好了 不要買創意 我們買小創意 為什麼 因為小創意毛利率是創意的兩倍 前三季跟創意擴力差不多 對不對 這個地方你看喔 這裡是不是上來一波 一模一樣 都是這個十年前漲一波 那現在有沒有機會 跟創意走一樣的 有機會啊 它細資產IP的收入大幅度成長 創十年新高 毛利率會到52.5% 前三季的獲利是去年 一二三季財報沒公佈對不對 還沒公佈你要先預測 是去年一整年的三倍 今年的獲利已經是去年一整年的三倍 那這個細資產的部分 這個IP的部分 十年新高跟這個創意很像 這裡一波挑戰這裡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挑戰這裡 假設它要像創意一樣 一定是這樣 一定這個要符合喔 你看喔 散戶都跑光了對不對 散戶都走光了 散戶都走光了 散戶重買 一直買進 再等什麼 你要登機之前要幹什麼 你要坐飛機之前 你要先去等那個飛機嘛對不對 然後再慢慢登機嘛 登機然後再起飛嘛對不對 你總不可能一下子到機場 你就飛上去 你還要去慢慢等嘛 所以你先去等待一下啊 對不對 等著飛機起飛嘛 對不對 是不是有大漲 沒有大漲啊 真的沒有大漲 我們不需要去追那個大漲的股票 我問他說 對不對 你飛機要起飛 你就等他起飛就好了對不對 11月2號 11月2號你買多少股票 到今天你是賺錢的 有多少股票你是賠錢的 11月2號買下去抱著 完全不用動你還大賺了 有啊 致遠啊 真的啦 真的啊 11月2號買了抱著 你不用怕 來啦 11月2號在這裡 對不對 3035四元在這裡 你如果要四星3661 你已經輸得進來 你現在還在等一趟 對不對 如果你買3443 對不對 你也是沒有賺啊 好 你買幹嘛 幹嘛 幹嘛 回到這裡 那你買3035呢 嗯 咦 咦 老師這樣賺多少 46塊到62塊 真的啦 那話說回來 還有什麼股票 跟致遠當時類似 要起飛 對不對 那個飛機航班對不對 起飛之後 然後又有新的航班要把它動 請問新的航班呢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有一家 這一家 這個 ASSI 就是特殊型的 對不對 專用的在人工智慧 我跟你講 人工智慧裡面 你可以找到的 其實相關股票非常少 真的存種的 存血統的非常少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買創意 買四星 買資源 當他們都上去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 還有沒有新的 有一家叫XXX1 叫XXX1 那你去看一下 它籌碼 你看一下這籌碼 它是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 它已經吃貨吃多久 吃貨吃多久 從去年年初就開始吃 去年年初吃貨到現在 已經吃了快兩年的貨 它有沒有漲 吃貨吃兩年 老師 吃貨吃兩年沒有漲 那什麼意思 我布局兩年還沒有漲代表什麼 代表未來會漲的機會很大 IP跟中芯發條例合作 現在已經開發自台積列平台 車用耕耘10年打入中國市場 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股價10塊 細製財IP 再加ASIC 董事長說全面進入ASIC 那股價多少 10塊錢 毛利率比四星跟創意還高 對不對 什麼叫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 好朋友就是跟你講這個不為人知的 對不對 奇蹟是屬於執行者 好朋友是告訴你 什麼股票在低檔對不對 那到底會漲多少 歡迎你一起來做見證 也祝你明天早做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只知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 分析師精準談判施解析 隨算隨看 很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關西 跟你安賴在一起 掌握獲利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網路 賺錢不斷重複 人員投顧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人員投顧智庫尊線 02-2321-9933 2321-9933 人員投顧精準掌握台股騎士 幫您確實下行每步棋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牌勢策略宣布 人員帶您引爆 投資最佳企機 您將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掌握獲利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 賺錢不斷重複 人員投顧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便能完成